在我们进入展间之前 我想先为各位介绍 蒋公这尊铜像 这是民国六十四年的时候 荣公处请陈一帆先生 他所铸造的 当时铸好了以后 他就送给总统府 但是总统府在民国九十一年的时候 转正给我们中正纪念堂 这尊铜像的下面 四面都有总统的墨宝 面对着我们的是 千秋气节九弥柱 万古精神又日新 这个字就像蒋公的人一样 非常的刚毅有精神 那蔡老师我们知道 其实全台湾很多地方 都有蒋公的铜像 眼前这支我们应该怎么欣赏 这尊像你看它的眼光 是比较柔和的 而且有一点微笑 是很好的一个造型 在我们进入展间之前 我想到这个平面图像 各位介绍 我们一共有六个展间 第一个展间是右手边 是介绍蒋公的家庭和他的出身 第二个展间是介绍他求学和革命 第三个展间是右前方 主要是讲他对日抗战这段时间 第四个展间是左前方这里 主要是讲内战 接着第五个展间是讲蒋公到台湾的岁月 第六个展间各位看就是蒋中正总统办公室的展间 是我们最近才刚刚装修完成的 那我们是不是就照这个顺序开始帮我们介绍 好现在我们就先往第一个展间出发了 第一个展间特色就是他的家庭生活 我们一进入展间马上右转会看到一张蒋公面带微笑 在看着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我的父亲》 是金国先生在民国45年 就是1956年的时候呢 为他的父亲所写的一本书 是专门庆祝蒋公70岁的诞辰 再来右手边的第二幅是个照片 对这幅呢就是蒋公的家乡 在浙江奉化的西口镇 因为呢是位在这个山西第九区的出口处 所以就叫做西口 这是一个小镇 现在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旅游的景点 我们的纪念堂的志工在去年五月还祖团 特别去到蒋公的家乡 那我想这个地方应该会变成一个观光圣地吧 对但是呢很多地方都要收门票了 不过他们应该不会弄一个先从同蒋公纪念馆 那他们名称应该是什么 应该就叫蒋中镇 对蒋中镇 再来我想呢蒋公出身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玉泰盐铺的二楼 但是这栋房子呢蒋公在民国37年就是1948年的时候 他突资在改建 因为原来的房子是白蚁还有这个火灾 所以呢都毁坏了 蒋公就特别在提携了玉泰盐铺原子 放在这个房子上面 我们也去看了这个房子 这个末房应该还在的 对我们还看到这个 他是出生在这个二楼 接下来我想带主持人看一张照片 有个老太太手上抱着一个小孩 那你觉得这个是谁呢 应该是蒋中镇吧 不是 这个就是金国先生 是蒋公的大儿子 然后这个老太太呢就是蒋公的母亲 王彩玉 夫人 那么蒋公呢 他有两段婚姻嘛 那第一段婚姻 就是奉母命 然后娶了毛福人女士 然后生下了金国先生 所以他刚好也是跨时代 就是刚好封建要奉母命 对 后来又自由恋爱 对他非常的孝顺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 这一张是个很好的全家福 那么你知道金国先生就是后排中间 但是他旁边的那个像外国的女子是谁吗 他是蒋方娘女士 俄国人 就是金国先生到俄国留学的时候娶了他 这一对金国先生夫妇呢 一共生了四个孩子 可是当这个照片里面是三个小孩 但是第四个那个时候还没有生 另外两个童子君呢 我想很多人是对他们有兴趣 为什么会有两个童子君 我就来谈一谈这两个童子君 左方的这个女童子君呢 事实上呢 她几年前有到中正纪念堂来 就告诉我们 她就是左方的这个蒋校名 那么后方站在这个金国先生右边的 就是她的母亲 那么她是谁呢 她是蒋公 她哥哥的媳妇 那么这个两个童子君呢 他们或者是刻意穿着童子君的衣服 因为蒋公其实是非常这个 推行这个新式的教育 所以穿个童子君服呢 是表示接受这种现代化 那么也或者是当天他们在学校里面 参加了这个童子君的活动 然后来不及换装 很特别 那其实童子君运动在1907年 是从英国开始 对对 这一张呢 是在民国五年或者六年 那个时候蒋公大概是三十岁左右 她跟母亲的这个画像 她在九岁的时候呢 她的爸爸就过世了 所以是由母亲跟外婆呢 抚养长大 自然她就跟母亲的感情非常的深厚 所以她在日记里面呢 对母亲的琢磨就非常的多 可是呢 相对对父亲就很少了 记忆比较模糊 那么这个柜子里面 我觉得有一个对联呢 我是觉得需要跟这个听众朋友来介绍 我们看到这个写 蒋母王太夫人向战 她写了什么呢 这个就是国父孙中山先生 在蒋母王太夫人逝世的时候 特别提的这个对联 到了你这个四明 这个是四明山呢 是明山 蒼蒼 那么从那里呢 可以看南海 你感觉是大风泱泱 这个地方呢 就有一个邪母 就是指王太夫人 她的疑似四方 那么生了呢 一个公子 这个盐 邪玉旁在两个伙 这个盐 就是美的玉 她是国家之粮 所以这个对联呢 除了赞美王太夫人之外 也赞美了蒋公 接着呢 我们要看的就是 蒋公和宋美玲 就是我们后来称蒋夫人的结婚照 非常的稀释啊 蒋公和蒋夫人是在 1927年12月1号 在上海结婚 当时他们早上呢 是在宋家举行了基督教的仪式 请了大概50位左右的知情好友 晚上在上海大花饭店呢 就邀请了国内名流呢 还有各国政要 大概有1300多个宾客 场面是非常的盛大 可以说是世纪的婚礼 然后他们这个婚礼呢 还很特别 我们现在呢 走进结婚礼堂 主持人 你通常会一进入结婚礼堂 会看到什么 新郎跟新娘的什么 照片 对 结婚照 合照 但是他们呢 他们在礼台的这个中央 他们放的是 孙中山先生的画像 对 结婚不忘旧国 对 然后两边呢 挂了党旗跟国旗 那么有人呢 就说了 他们的婚姻呢 是政治的婚姻 那也有人说 他们的婚姻是 没有爱的婚姻 但是呢 蒋公的日记公开以后 其实呢 1927年到他1975年过世 在这个48年里面 在日记里面呢 对蒋夫人的爱慕 写得非常的多 同时呢 他们的夫妻的感情 也非常的好 例如呢 他们在结婚二年的时候 就是1929年12月1号 他在日记里面写着 结婚两年 北伐完成 七内住之力 十居其半 1933年12月1号 结婚六周年的时候 他写到 于此六年间 艰难辛苦 贤阻困顿 得利于内住者 实非浅显 在1936年的冬天 就是西安事变 蒋公呢 在日记里面就立誓了 一生呢 唯有宋女寺 唯我唯一之妻 那么1953年的12月1号 他们结婚26周年 他又写了 夫妻恩爱 年争一年 蒋公呢 深切的体会到 爱是不忘报仇 此纯洁 至诚之爱也 所以呢 在1963年的时候 美国呢 某个社团就票选了 世界六对成功家 他们就是其中的一对 但是呢 最令我感动的是 在日记里面 蒋公对夫人的赞美 他说 才华得荣 恋恋终不能忘 他其实是非常爱慕他的 那我们看 右边这个柜子里面 他们结婚 35周年的时候 在高雄的西子湾的照片 这个右边的大柜中呢 就是蒋公和夫人呢 他们在高雄西子湾 庆祝结婚35年的照片 那么蒋公呢 跟夫人拉着这个 红的彩带 多么的开心 那么这一件燕尾服 是台北的汤姆西夫社呢 特别依据这个结婚照 所做的 不是当年他穿的那一套 就是妇科版 接着我们看这个大图输出的 这个就是蒋公呢 和夫人 还有金国先生 和他的夫人蒋方良女士 他们坐着竹筏 在这个扇溪 不晓得 听众朋友 有没有去过厚此湖 其实非常漂亮 真的很像他的家乡 因为我也去过 还有呢 在厚此湖上面 我们会看到 有一个竹筏 上面有一个小椅子 蒋公呢 以前就常常会去那里 我想他实在是 非常失恋他的故乡 接下来呢 我们介绍几样 蒋公平常他的日常饮食 他呢最喜欢的是 鸡丝面 然后水果最喜欢的是 木瓜 为什么都是比较偏软呢 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 他就装了假牙了 牙齿不好 然后呢 我们看右边这个柜子里面 展示的呢 是他宴客的时候的这个菜 我们看到江浙菜最有名的 就是红烧狮子头 还有红烧黄鱼 另外最右边很有趣 是牛肉汤上面呢 我们在放了油条 这个他宴客这种菜色 实在称不上豪华 真的他是一个非常简朴的人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一些 就是居家或者是正式的衣服 你就可以了解了 接着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展间 是他求学跟革命 我们先看这个第一章 是他在17岁的时候 在他们奉化奉禄学堂求学 这个奉禄学堂是一个 比较新式的学校 所以蒋公在那里呢 就学了英文啦 还有算学这些科目 不过学校的重点呢 还是在教金石子籍方面 后来呢 他19岁的时候 他就到宁波的建金学堂去 他在建金学堂碰到了一个呢 非常非常好的老师 也就是这个老师 就是他的启蒙老师 叫做顾清莲先生 顾清莲先生除了教他这个 先秦朱子之外 还有礼学 另外还教他孙子兵法 同时顾清莲先生 非常的推崇顺中山先生 那种救国救民的志业 所以也就是这样子 所以影响到了蒋公 就是顾清莲当年曾经担任他老师 那他非常推崇我们的国父 对 那自然就影响到蒋总统 对 所以蒋公呢 就思考着 要到这个国外去学习军事 后来他就选择了日本 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会选择日本吗 日本当年应该是算还蛮强盛的吧 而且应该是地缘比较近 对 因为你讲得非常好 就是第一个是地缘 因为离我们中国比较近 我们也晓得就是当时那个时代 会去留学的很多都是选择日本 另外还有就是在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已经大量的西化了 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 都是有很大的进步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1905年日俄战争 结果日本呢就打败了这个俄国 这么强大的国家 所以这一点呢就让蒋公想到日本在军事上面必有可学之处 所以他就到日本去 其实呢1906年的时候 他刚开始的时候是先到这个语言学校学习 后来他又回来 到1908年才正式到日本的东京的政武学校 所以这个五个人合照 就是跟政武学校的同学一起的 我们看到蒋公是哪一位 你看得出来吗 应该是我们左上角那位吧 对 戴帽子的那位 对 唯一戴帽子 那么旁边的这张照片呢 是他穿着西装 很帅的一张很正式的照片 这个是他在1912年的时候 要参加辛亥革命的时候 特别照了一张这个照片 然后送给一些朋友 因为他认为呢 参加这个辛亥革命 其实也生死未卜啊 所以等于是 在赴战场之前 对 先拍个照片 一面哪天就 至少有个照片给朋友留念 那我们刚刚讲到 蒋公在1908到1910四大政武学校 蒋公在日本政武学校毕业以后呢 就分发到新系县的高田市的 野战炮兵连队实习 这张合照呢 是蒋公1911年 在高田野炮时期 跟同学张群啊 陈一清 杨继春等人合影 高田其实是接近北海道 天气很冷啊 通天又常常下着雪 蒋公就回忆呢 无论天气多么的寒冷 无论雪下的多么大 每天早上五点就要起床 起床之后呢 就到井旁呢 去提冷水来洗脸 炮的运输工具 主要的是马 所以士兵要自己会养马 洗完脸之后呢 官长就会带领他们到马厩去擦马 从马蹄马腿一直擦到马背 经过马背呢再擦到这个马头马尾 大概经过一个小时 马呢浑身擦热了血脉就流通 那么你自己本身呢 也因为你很用尽的擦马 虽然在这么冷的天气中 不仅呢你不会觉得冷哦 全身手足还会发热 你之后呢才牵马去马朝 饮水啦 喂料 那喂马之后 才能够回营房去吃早饭 到了傍晚 同样的再到马厩去擦马 才能吃晚饭 所以蒋公认为呢他平身最大的血液 就是这件事情 所以他以苦为乐 不畏艰难的精神 他自认为就是得利于此 所以当时在那个马是非常重要的运输工具 他们自己亲自照料 是 接下来我想我们就来看看 这一张是黄埔军校 在照片上面写陆军军官学校 可是一般人呢都会比较称他是黄埔军校 因为他在黄埔岛上 那么创办黄埔军校呢 其实是蒋公呢 他发挥他的军事长才 跟他崛起政坛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也是他继承国父孙中山先生 未完成置业的起点 那更是他这一生事业的转捩点 怎么说呢 在1922年的6月16号 那个时候蒋公大概36岁 陈炯明就叛变 他炮轰广州观音山的总统府 孙中山先生就紧急的避难到永丰建上 殿召蒋公 当时蒋公呢在家乡 因为他纪念他的母亲41周年 他母亲民国十年过世 他马上就到永丰建上 然后协同孙中山先生指挥作战 终于就脱险 后来他们到上海 这个期间呢 跟孙中山先生朝夕相处 前后大概40多天 蒋公那种忠诚勇敢 而且呢熟岸兵士呢 就是孙中山先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那么国父呢 对陈炯明的叛变很痛心 因为呢 他一向呢是十分倚重这个陈炯明 但是陈炯明他始终有那种军阀的观念 他就主张越人要治越 就是广东人要治理这个广东史 他不支持国父要统一中国的主张 那么陈炯明叛变之后呢 孙中山先生就认为呢 这个革命呢一再遭到挫折的原因 就是因为没有一支真正的这个武力的部队 如果要有一支真正的这种武力部队 那就要培养一批真正了解三民主义和革命精神的军官 所以决定创建一所军官学校 他先派呢蒋公到俄国呢去考察党务军事 然后又请蒋公呢筹建黄埔军校 还任命他为校长 我们看这一张就是黄埔军校呢 在1924年6月16号的开学典礼 那么右边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张 有几个好像是外国人 很明显第一个就是一个大胡子 是 其实是这样的 蒋公呢他请了好几位俄国的军事专家 到黄埔军校来担任顾问 可是在1924年的7月 黄埔军校1924年的6月16号 就是民国13年的6月16号成立的 那么在1924年的7月 俄国的总顾问呢 就在广州渡河的时候淹死了 那么照片就是8月的时候 孙中山先生和蒋公等人呢 在黄埔军校参加追悼会 然后走出校门的照片 接着呢这个我想要向大家介绍的 就是豪芒雕刻 他是在民国25年的时候 云南陈振荣先生 他用了国父遗嘱 还有建国大纲建国方烈 雕刻了一个蒋公的像 雕在哪里呢 是象牙上 这是一片象牙嘛 是 你知道开头在哪里吗 他这个就是绕着一个椭圆形 然后蒋公的雕像 那我想开头 开头是我们看茂盐的右边 你往上看右边 你要找那个余 余智力 余国民革命 凡四十年 你看到了 是不是 那么结尾呢 是在手臂的下方 看到 有 陈振荣 柯余昆明 这个很难用声音来形容 总之听众朋友可以自己来看看 而且这个文史馆是免费参观的 随时都可以来 那自己来挑战看看 在茂园的是第一个字余智力 那最后是余昆明 听众朋友可以自己来挑战 看看你花多久的时间 那么这个毫芒雕刻 就是根据我们看到这张像 蒋公呢 穿着军装的像 其实算非常的像 很厉害 很厉害 我们看其他文物之前 有一个东西我想要介绍的 这个矮柜里面呢 有蒋公在政武学校的时候的数学讲义 他字很漂亮 他非常工整 接着呢我想要介绍的是这一张 在民国14年4月5号 第一是东征后 黄埔军校的军官跟学员 他们在梅县合照的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张照片之前呢 我想跟各位提一提 黄埔军校 他从民国13年 就是1924年成立开始 一直到1930年9月呢 他一共招生了7期 他的毕业生呢 有7823人 他米平了商团事变 还有两次东征 就统一了广东 并且完成北伐 而完成了全国统一的 这样的革命大业 在我们中华民国的历史上 是写下很辉煌的篇章 那么这张照片呢 就是民国14年1925年的4月15号 他们第一次东征的时候 这个黄埔军校的军官跟学员呢 在广东梅县所拍摄的 就第一次东征结束后 拍一个大合照 接着我们看这张呢 是民国17年北伐成功 10月10号呢 讲公他是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 阅兵 这张照片 是曾经呢 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的 这里有一张呢 是讲公的绒砖画像 是张继毅先生 在民国70年所画的 这个是民国32年9月13号 国民政府呢 中央五届的十一全会呢 选讲公呢 为国民政府的主席 那么他10月10号宣誓就职 这幅画就是根据他当天 就职的时候流营 这幅画的 上面的横扫千钧 是值得为大家介绍的 我们晓得讲公呢 他有两段婚姻嘛 对 那么第一段婚姻 我刚刚提过是奉母命 跟毛福梅女士结婚的 那讲公的母亲王太夫人 在民国十年过世之后呢 讲公呢 就跟毛福梅离婚了 但是其实呢 他还是让毛福梅住在封号房 就是讲公故居的二楼 那么讲公在大概民国十一年的时候 在孙中山先生就是国父的家里 见到了宋美玲 那个时候就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可是呢 他其实是在民国十六年 1927年才开始追求宋美玲女士 然后就认定他是他未来的另一半 那么在那一年的1927年的十月 他特别到日本去向宋美玲女士的母亲提亲 当时他住在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住在神户有马温泉的旅馆 蒋公那时候41岁 一般人常常是流传着说 当时蒋公呢 他在提亲的时候 宋美玲的母亲呢 就提了三个条件 那第一个条件呢是说 他要跟其他的女人都切断关系 那第二个条件 他希望他再回到中国去领导北伐 因为那个时候蒋公正好是下野 那第三个条件呢 是希望他成为基督徒 那么蒋公呢 他当然是没问题 不过呢 他是告诉他的母亲说 第三个条件 他还需要时间 所以呢 宋美玲的母亲呢 就送了他一本圣经 那么蒋公之后呢 很努力的读圣经 然后也常常祷告 所以后来呢 他也在宋家呢 就受洗成为基督徒 所以这个是民间传说 没有证实过 对 民间传说 但是蒋公其实在日记里面 有写非常清楚 他怎么会变成基督徒 事实上他是对圣经呢 有非常仔细的研读 然后也常常很虔诚的祷告 那么蒋公呢 他回到这个旅馆的时候呢 他就写下了横扫千军 这个四个字 送给当时的旅馆主人 叫做曾田宇三支柱 那么这个主人的儿子呢 叫做曾田辽呢 他为了感念蒋公呢 在蒋公一百岁的时候 他带到台湾来 然后现在呢 就让我们展示在这里 就回赠给馆方珍藏 那我想这个 当初他回到旅馆 会写下这个横扫千军 应该就表示 当初提亲是很顺利 那心情很愉快 对对对 所以呢 有人又在那里解读了 说呢 因为追求宋美玲的男生很多 所以呢 他非常有把握 因为他已经 获得了他母亲的首肯了嘛 所以呢 他非常高兴 他可以把其他的那些 男士都打败 所以横扫千军 那么还有一个解读呢 就是说 他再回到中国去 他也可以领导北伐 横扫千军 哦 所以两种可能 也许都有 对对对 那个千军就是别的男的追求者 然后呢 这一套是蒋公的 军装 军装 那么很多人呢 就会看着这个 在猜蒋公呢 到底他身高多少 因为呢 我的年代呢 都以为蒋公大概一百八十公分以上 觉得他好高 可是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套军服的时候 我才晓得 其实他应该就是中等身材 你知道他多高吗 其实看这个裤长应该 大概就是标准 大概一百七左右吧 哎 好厉害 没有错 他当时要到那个日本 政武学校的时候 他的身高是一百六十九点四公分 没错的 算是也还好啦 中等身材 中等身材 对对对 那可能照片我们 加上我们对他的崇拜 就无形中觉得他非常的高大鹦鹉 对 这里有几个勋章 我想也要介绍 尤其是这个彩玉大勋章 你看到没有 彩玉大勋章是中华民国呢 最高的荣誉勋章 只有国家的元首 还有自政给友邦元首 他中间是国徽 然后旁边有二十个珍珠 我们现在来到中间这个大的橱柜 里面有 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莫保 上面写着 戒时无地传句属书 主持人 这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应该是写给蒋介石的吧 这个呢 其实是 蒋公呢 他希望 国父写这几个字 所以写的哪几个字呢 就是 仰天地争气 法谷今晚人 接着呢 我想就要跟各位 来谈一谈 西安事变 柜子里面 有两封信 一封呢 是在西安事变的时候 蒋夫人呢 写给蒋公的 治理行间呢 充分的显露出 他对蒋公这个安危的关切 另外一封 是蒋公的回信 告诉他呢 千万不要到西安来 他抱着随时能够为国牺牲的决心 那么到底西安事变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呢 在1936年的时候 蒋公就派张学良呢 参与江西剿共的工作 而且把西北的剿共重任也交给他 但是张学良受到共产党的影响 附和着他们的口号 就是要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 可是当时国民政府的政策是 攘外 对 因此张学良跟蒋公 他们意见不合 争执很大 而蒋公那个时候在江西呢 视察剿共的进度 在1936年的12月12日 清晨张学良跟杨虎成就合谋 居然发动病变 那么就将当时叫做蒋委员长 就监禁于华清池 而且胁迫他要同意八项主张 例如改主政府停止内战 释放爱国分子 召开救国会议等等 中共最初还要求要把这个 蒋公送到延安要接受公审 那么南京的国民政府呢 就展开营救的行动 一切呢是确保呢 蒋公的安全为前提 当时我们的夫人耿宋子文 就是他的哥哥呢 就冒险去西安 另外一方面你知道 莫斯科他们得到了这个 蒋公被拘禁的这个消息 他权衡之下呢 就做出了一个指令 就是要保证蒋介石的生命安全 那么中共呢也派了周恩来呢 到西安来协助调停 三方面进行协商 事变呢最后就终于和平落幕 在1936年的12月25号 张学良他就亲自送蒋公呢 回到南京 好我们现在去看那张照片 这就是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呢 他到机场迎接的照片 就是被送回来的照片 对是张学良亲自 他亲送蒋公夫妇返回南京的照片 那如果当年啊这个张学良啊 把蒋公抓掉之后 如果真的送到延安之后 那肯定就回不来 回不来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想他们中共呢 就是要处决他了 对对对 不过这个很多事情就是上天有安排 那么就在那个时候 你看看 莫斯科的共产党他们也介入 其实最终他还是为了他自己 就是为了他的利益 西安事变呢 其实带来的影响呢 非常的大 他就使国民政府呢 就中断了 剿共的最后一集 对对 那么也完全改变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命运了 所以呢 蒋公之后呢 在日记里面 每天都是两个字开头 血齿 血齿 确实当年真的就差最后那一点点 交配就成功了 是 接着呢 我想要为大家来谈一谈 对日抗战这一段 日本呢 对我们中国的广大领土呢 早就已经垂涎很久了 他就展开用蚕食 还有 惊吞 对 对 这种方式来侵略我们中国 其实我们回想到1931年的9月18号 他就发动是918事变 用武力攻入哪里你记得吗 沈阳 嗯 沈阳 在很短的时间内呢 迅速就占领整个东北 其实之前山东已经有一大半被占领了 隔年就是1932年的128 日军又在上海发动了128事变 驻守当地的国军就奋勇的反击 坚持了一个多月 英 法 美啊 这些列强也干预 其实就是为了他们的利益 对 最后就签订中日松户停战协定 可是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个卢沟桥事变 他是在1937年的几月几号 你记得吗 当然是七七路 对 他在河北晚平县的西北的卢沟桥附近 进行日军夜间的演习 收队的时候发现少了一名士兵了 他就怀疑是我们中国军队把他俘虏 所以强行邀请要派兵进入晚平搜查 结果遭到当时住房的国军的吉星文团长呢 来拒绝 日军结果就在8号的清晨4点45分 就向晚平县展开猛烈的攻击 所以我们守军当然就立刻还击 这就是卢沟桥事变 事变发生的时候 蒋公正好在江西组织 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训练 还有庐山谈话会的准备工作 所以接到报告的时候呢 他立刻就派军队北上 同时认为呢 这个就是政府要宣布 对日采取战或者是和的时机 那么7月的17号 蒋公呢就对参加谈话会的学者呢 还有社会名流 他就郑重的说明 政府对事变的处理态度是 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 准备应战而绝不求战 但是只要战事一开 主持人你记得你以前有考过吗 我哦 国中常常被 第五分东西南北 人不分男女老幼 皆有守土抗战之职 而且后面你还记得吗 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 以救国家生存 最后关头一到 我们只有牺牲到底 抗战到底 可是日本军阀你觉得他有没有体认到蒋公的决心 还没有 没有 他继续今世行动 所以北平跟天津就相继就沦陷了 所以中国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所以7月31号 蒋公就对中外宣告了全面抗战正式开始 这一年蒋公51岁 那么抗战的目的呢 其实最重要的是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跟发展 同时也是为了世界的和平跟安全 但是英美等国呢 其实不愿意得罪日本 而且避免跟日本呢 发生摩擦 他就严守中立法 也停止对我们中国出售军事物资跟援助 其实当时只有想你都没想到哪一个国家他对我们呢有援助 该不会是俄国吧 哎呀就是苏联 对他表示道义上的同情呢 他就提供了经济跟军事上的支持 但是总体来说中国得到的援助其实很少 所以前四年可以说是独立抗战 可是在1941年的12月8号 日本就偷袭珍珠港 那个是美国呢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了 美国于是就开始对日宣战 因此呢中国才得到美国的协助 可是1942年5月日本呢就切断了滇免公路呢 这个是暂时中国最后一条的路上交通线 也切断了海上的运输线 那么怎么办呢 中国美国呢就被迫在印度东北的阿萨姆邦 跟我们中国的云南昆明呢 开辟一条 运送战略物资的空中补给线 就称为驼峰航线 那么等一下我会带你到驼峰航线那里去看那个驼峰石 在这里首先我们看这张照片 就是蒋公呢在庐山的时候就是宣布要抗战到底的决心 另外呢我们看到这张呢是在1943年就是民国32年的12月10号 他在四川同梁对青年军训化 那么希望呢响应一寸三河一寸雪 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 然后左上角我们看到那个就是驼沟桥 驼沟桥我刚刚提到是在河北的 宛平县 其实距离北京呢大概就是20分钟车程 驼沟桥呢是在金代的时候 1182年建的到现在有800多年的历史咯 明清两代呢其实多次重修 它的桥总共有11个桥孔 是属于那种拱形的 所以它高度宽度就不相等 两边小像中间呢逐渐增大造型非常的优美 在金代的时候就列为金师八景之一 那么现在呢驼沟小月呢仍然是北京呢 这个非常受到游客喜欢去游玩的地方 在元代有一个意大利人到我们中国来 你记得那个人是谁 元代该不会是马可波罗吧 没错就是马可波罗 他就到这里来游历 结果呢他在游记中呢 赞美这座桥建筑非常壮观 非常的好看 是西方人都知道的 所以西方人就称这座桥叫做马可波罗 Bridge 哦 了解 那桥的两侧呢其实很特别 它有十蓝的柱子 一共是281根 每根的柱子上呢有从金代元代明清呢 历代雕刻的狮子 神态呢都不同 尤其小狮子或者是藏起来或者露出来 这个千变万化 所以呢是雕刻艺术上的极致 所以每个朝代的都会把狮子加上去 嗯 所以才有那么朝代的狮子在上面 就是 所以一共有多少只 但是我觉得到现在我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听众朋友呢可以去卢沟桥的时候再算一算 那么我们就来谈这个 为什么叫做驼峰航线 因为呢这条航线它是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 受到山峰的高度跟当时的飞机是螺旋桨 所以飞机的性能的限制 所以就要贴着山峰来飞行 那么你高低起伏就像驼峰 可是呢地形很不好 气候又不佳 加上飞机设施也很落后 所以容易失去航道跟迷失方向 非常非常惊险 我们看了一些报道 大概飞机损失了有将近五六百架 那人员的伤亡呢最少有一千五百人 可是呢后来飞行员在云南的大理山上呢 就看见闪闪发光的云母石 他就循着那个石头向东南飞 结果就可以安全抵达 那么我们看这个柜子里这个 小小那个就是云母石 真的是白色的 对白色 他是美国空军中印驼峰飞行委员会 在蒋公百岁诞辰的时候 特别自政的 所以称为飞越驼峰式 所以还好他们后来有看到这个 闪闪发光的这个云母石 不然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架的飞机跟人员 是是 不过主持人 我们八年的艰苦抗战 你知道历经有多少大大小小的战役吗 四万多次 而且牺牲了无数的生命财产 中国呢上师的军民有三千万 那么流离失所的更是不计其数 对不对 可是西方的种族情节 他们对诺曼地啦 硫磺岛这些地名跟战役耳熟能详 他们对台儿庄大节 对长沙大节 可以说是闻所未闻 更不要提我们中国的牺牲跟贡献了 不过呢在2013年的时候 有一个牛津大学是英国 这个大学教授叫做Rena Mitter 他是一个现代中国历史和政治的教授 他就写了一本书 书名英文叫做Forgotten Ally 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被遗忘的盟友 这本书主要是叙述呢 1937年到1945年 我们中华民国 对第二次大战的巨大贡献跟牺牲 可以说呢是西方学者 对我们中国抗战非常公正 而且很难得的评价 如果呢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去书店 现在有中文翻译的出版了 2013年到现在也一年多了 那后来有什么回想呢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网去看 中文也好 英文也好 有很多人都会写一些这个评价 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 至少让西方国家知道 我们在二次大战所付出的贡献 还有我们的牺牲 接着呢我们看到 这里有展示蒋公在1950年代 他使用的座车是凯迪拉克七人做的 防弹的轿车 是当时菲律宾华侨送给蒋公的 那这台车后来开多久 这台车呢 其实蒋公他觉得很重 而且呢非常耗油 同时呢他认为台湾的同胞呢 对他其实是非常友善的 他不需要用这个防弹 所以他基本上很少使用这辆车的 我想他是因为节省 因为非常的耗油 因为车太重了 对 车很重 不过呢外国游客一定会在这辆车前面照相 因为他已经 你看1950到现在60 差不多60年了 所以非常有兴趣都会在这里照相 而且他的车牌也很好 你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车牌号码 是0888 好幸运的 哇跟我们现在要的一样 都是888 对对对 在抗战这个展间呢 我觉得有张照片呢 是绝对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 就是所谓开罗会议 开罗会议呢是在1943年的11月22号到25号 当时我们中华民国是国民政府的主席蒋中正 他跟美国罗斯副总统 然后再右边这一位他是谁 丘吉尔 对他是英国的首相丘吉尔 他们在埃及的首都开罗呢就进行会议 其实就是讨论战后 日本呢要归还他从中华民国所窃取的领土 像是东北还有台湾澎湖列岛等等 同时呢他们也赞成蒋公的提议就是 让韩国独立 这就是他们三个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开罗会议三巨头 那么这是第一次呢中华民国的领导人 跟西方的这个强国的领导平起平坐 那么蒋夫人呢他其实是蒋公一直都是很好的这个帮手 所以他发挥他的长才因为他的英文非常的好 其实蒋夫人的英文为什么这么好主持人知道吗 好像听过他有喝过洋墨水是不是 是啊他大概八九岁的时候就到美国 就到美国去了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小留学生 他先是到乔治亚州叫做威斯利恩的college去念书 后来呢他就到了东部麻州叫做威斯利学院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校 那么蒋夫人就是那个学校毕业的 所以他的英文非常好 八年呢抗战终于结束了 1945年的8月15号呢日本他就宣布胡椒天投降嘛 那么就是会有那个受降的典礼 在南京是9月9号 当时我们是由何应清将军在南京的中央军校大礼堂 那么日本呢就派了他们的在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商郎 他递这个降书 其实一共有三个地方 另外呢9月2号就在日本东京湾的秘书里建号 是由迈克阿瑟 那么在我们台湾其实也有 是10月的25号 可是呢那个不叫做受降书 叫做受领镇 他占领的地方例如东北啦 或者是我们台湾 我们就是受领镇 其实文物展示是一进门 有一幅很大的画 叫做《两大伟人的契合》 这幅画呢 他所描绘的是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 跟蒋公在广州火车站 正在呢要搭网韶关的这个火车上面 两个人呢是商讨准备北伐的这个事情 画家许久林先生呢 他就模拟了他们两个人合影所画出来的 这个其实许久林先生呢 在画这幅画的时候相当不容易 因为呢他年纪很大 而且他的腿不好 所以呢是用梯子了 就是他还要爬楼梯画 对就是非常辛苦把它画出来 那么我们晓得蒋公呢 他其实是在1908年的时候 他经过陈其美的介绍 在东京加入同盟会 当时你知道他看了一本周荣的那本书 叫做《革命军》 对他就看了这本书 他简直是着迷 早晚都阅读 而且他最新革命 后来呢经过两年1910年 他在东京也是透过了陈其美的介绍 就认识了孙中山 就给孙中山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那么孙中山先生就赞许 蒋中正呢是不可多得的革命人才 到了1913年的时候呢 蒋公呢在上海他就讨伐袁世凯 所以就跟孙中山先生 开始有很多的接触 那么其实接触最多 应该就是我们在展间有提到的 陈炯明叛变 那个时候呢 他呢因为护卫的这个孙中山先生脱险嘛 所以就更加深了孙中山先生 对他的这个信任跟依赖 那么他们两个人呢 其实年龄呢就相差了 蒋公是1887年生 那么孙中山先生是1866 所以他们相差21岁 那刚好就像父子关系 是 所以他们两个人呢 蒋公呢对孙中山先生 视他如父如师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们后来就陈炯明叛变之后 我在前面的展间提到 就希望要有一些主力部队 所以才会有创办黄埔军校 同时孙中山先生他非常了解 就是这些军阀呢要米平 全国才能够统一 所以就是讨论呢要北伐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这个展间是内战 那你知道对日抗战呢 庞大的军费开支 还有战争会带来的什么破坏 所以呢当时国内的经济呢 持续的恶化 国民党跟共产党这两党呢 在很多的议题上面都没有办法取得共识 例如什么议题呢裁军 还有行线或者是联合政府等等 加上美国呢 他虽然从中调停可是失败了 最后就演变成国共内战 就很不幸的呢蒋介石失利了 于是在1949年 我们政府就撤退到台湾来 所以呢蒋公就把台湾当作 反共复国的基地 国共内战就是从1945开始到1949 可是之前其实他们就是 坍坍打打 对坍坍打打 那么左边这一扇墙 我们晓得从民国35年 就是1946年的12月呢蒋公 他就签署了这个宪法公布命令 当时12月25号 就是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大会的主席呢 吴智辉呢就将宪法递交给国民政府的主席蒋中正 这张照片 这个柜子是蒋公第一次来台湾 他其实不是1949第一次来 他在1946年就是民国35年 他就已经来台湾了 参加台湾光复一周年的纪念 那么当时呢他就发表了台湾省光复一周年纪念的告全国同胞书就是这里 这里就是在中参堂的时候呢 他参加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嘛 在接受台湾同胞的欢呼 这一张呢我想要介绍一下 我们宪法颁布了以后 所以行宪以后的第一任总统 就是蒋公在1948年的5月20号 他宣誓就职 当天他穿的是长袍 马挂 然后佩戴的是彩玉大勋章 那么夫人呢是穿着旗袍 可是他佩戴的是一等大寿的彩玉勋章 你知道这两个勋章呢是不一样的 彩玉大勋章 他中间呢是玉做的国徽 用玉来比喻君子的德性 然后周围呢 又围绕着20颗珍珠 所以整个象征至高无上的尊荣 是我国呢最高荣誉的勋章 对内呢只有国家元首哦 才能佩戴 那么对外呢 你为了要敦目邦交 所以会致政给友邦的元首 然后我想要提的是他的字 千秋气节久迷柱 万古精神又日新 他的字其实非常的刚进有力 很好看 刚刚你看过那个孙文就是我们国父写的 仰天地正气法骨精完人 他们两个人的字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里还有另外一辆也是凯迪拉克的轿车 这个是蒋公大概在是1972年到1975年 他所乘坐的 这台车我看起来感觉比较没有那么厚重 好像轻了一点 主持人真厉害啊 没错这一辆呢它的重量只有两吨 刚刚我们看到的1950年代的是三吨这么重 那么两辆其实都是美国通用公司所做的这个轿车 那么我们看完这辆车以后 我们到下一个展间就是蒋公到台湾的岁月 蒋公呢他是在1950年的3月呢 就在台湾复兴逝世嘛 他是用反共抗俄呢作为基本的国策 他力保台海局势的稳定 来遏阻共产党的入侵 那么在台湾呢他也做了很多的建设 像是推行地方自治 土地改革九年国教 还有一些经济文化建设等等 那么很多人呢其实非常怀念金国先生 十大建设 可是如果没有蒋公的一些基础 所以其实是很难去实行十大建设的 而且也是在他的任内 因为金国先生是当行政院长的时候提出十大建设 所以那个时候他是行政院院长 而蒋公是总统 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个有棚的教义 蒋公呢他要出访的时候呢 他都是喜欢步行 可是如果你路很不平 或者车子也没有办法通的时候 他才用这个教义来代步 这两基本上是他到桃园复兴乡 脚板山去巡视的时候所做的 可是那一jam呢是他到金门 你知道从1950年到1971年 他是到金门多少次吗 你想想看 10次、20次、30次 21年嘛 既然都讲十次、20次 那我就猜30 哎哟 厉害厉害 他是多达三十次 这个就是他到金门的时候 所乘坐的教义 他是八十九岁过世 所以八十多岁的时候 他都还去金门 这张是《勿忘载局》 那么一九五二年一月 蒋公他巡视金门前线的时候 在太武山上 就刻了《勿忘载局》四个字 那么你记得 这个《勿忘载局》的故事吗 《火牛镇》 《死记》《田丹传》里面就提到 战国时代齐国 他被燕国攻下了七十二个城池 最后就剩下姬末跟举城 然后齐国的田丹 他就在这两个城池 纠和军民忍辱负重 然后经过五年的艰苦岁月 最后就把敌人驱逐 收复失地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蒋公内心深处是 非常渴望能够早早反攻大陆的 那么我们看这个西罗大桥 其实在日治时代呢 西罗大桥呢 大概1941年就已经差不多 有雏形完成了 可是因为战争 当时还是战争嘛 所以刚才呢 就要挪作他用 就终止了建设 一直到1952年的五月呢 我们接受美元 才再度开工 所以这个是1953年 西罗大桥通车的时候 蒋公呢 跟金国先生呢 他们就巡视 然后步行通过全桥 这个时候是亚洲的第一大桥 当时呢 人可以走在上面 对不对 还有一般的轿车可以通行 同时火车 我们看到铁轨 火车也可以通行 接着我们这里有三个柜子 很大的柜子嘛 我们先看第一个柜子 这里有一张很大的照片是 蒋公在阅读 下面呢 是放着一些文具 还有他喜欢的书 同时还有一个他看书的架子 这是呢 他在市民山 他非常喜欢的地方 有好几次下野呢 他都来这边 他要思考呢 下一步的人生方向 据说王阳明呢 曾在这边讲学 那么蒋公非常推崇王阳明 他回忆啊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他看到很多日本人呢 不论在火车上 电车上 或者是轮渡上 都在阅读 王阳明有一本书 叫做传习录 特别是海军 或者是陆军的军官呢 对于阳明哲学 更是手不示卷 那后来呢 他就到书店去 把尽他的所有的财力 就买了很多关于 阳明学说的书籍呢 就不断地阅读研究 而且他发现日本人呢 他们强大呢 其实是得利于 王阳明几个学说 像智良知 即知即行 这样的结果 所以他一生呢 力行不屑 非常的就是 惨阳 知行合一 智良知 是不遗余力 他1949年呢 63岁嘛 他到台湾 他住在台北近郊的草山 他因为推崇 王阳明 后来就改为 什么山 哦 原来草山后来改成 阳明山 因为王阳明 是 那么 传习录这本书呢 在 陆军官校 他们也是必读的 那么蒋公 除了喜欢 传习录这本书以外 他平常每天 晚上睡觉之前 他要阅读 唐诗 还有一本呢 也是他非常喜欢的书 就是孙子兵法 那么这些书呢 后来都随着 他的棺木呢 都放在那个棺木里了 中间这个柜子 有一张照片呢 是蒋公和夫人 在他们的棺底呢 野炊 因为他是用炭火 对 那你知道他正在做什么吗 应该炒什么东西啊 对 他正在 炒饭吧 他喜欢鸡油炒饭 对 他喜欢鸡油炒饭 那我们要介绍 下一个柜子之前 我想要让主持人看这个原型的柜 这里有几本美国时代杂志 封面呢 是蒋公还有蒋夫人 其实从1927年 北伐期间开始 蒋公或者是蒋夫人 他们同时或者是分别呢 都成为这个时代杂志封面的人物 一共有11次之多 哇 第一次你注意到这一本 1933年 这本是1933年 可是他第一次 其实是1927年的4月4号 还在北伐的时候 那么1938年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呢 还被时代杂志 选为当年的年度人物 那么时代杂志的创办人呢 叫做Harry Luce 他是蒋公跟夫人的 这个很好的朋友 私交非常的密切 加上这个亨利鲁斯呢 他的反共的立场很坚定 所以对蒋公一直都很支持 下面这个柜子 我想要介绍的就是 蒋公他教阅国庆阅兵大典 但是他的手上拿着的是权杖 因为他年纪越来越大了 手一直举着 其实非常的辛苦 所以就设计这个权杖 这个权杖很特别 他的顶呢 是有国徽装饰 然后你注意到 他一共有九节 你注意没有 那么上面那一节就是 礼仪廉此四维 接下来是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八德 那么他手握住的部分呢 是五权 哪五权呢 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 五权 就上面是国会 第一段是四维 下面是八德 然后手握是五权 五个手指头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 原来有一个权杖 是在这边展示 现在只有到总统府 你才可以看到 接下来我们看这张 是在民国五十七年的十一月 就是蒋公跟金国先生呢 他们到这个南部的时候 结果在鹅兰鼻 就碰到了台东国中的学生 到那里去远逐 所以一起合照 那么蒋公后面的那一位女孩 就是正后方的那个女孩 现在也在我们 中正经年堂当志工 他是来当志工 才发现这个照片 没错 居然是他 我相信他自己 知道他跟蒋公合照 可是他当时并没有这张照片 应该拿不到 拿不到 所以他来到这边他看到 主持人发现没有 蒋公到台湾以后的这些照片 看起来比较轻松 比较和蔼 比较平易近人 对 没错 笑容比较多 是 所以像这张呢 他在西头跟两个小朋友合照的 就是一个很亲切和蔼的 一个爷爷的形象 接着我想要介绍的就是这幅油画 这个是蒋公跟夫人他们巡视空军基地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个 因为夫人他身上别的那个是飞银兄章 他最喜欢的 因为我们晓得夫人其实对这个空军的建设呢 贡献很大 所以呢 当时航空委员会呢 就特别颁发了飞银兄章给他 事实上飞银兄章只有飞行员才能够佩戴 所以他常常很多的场合他都佩戴 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 有举办过蒋夫人事实十周年特展 特别把他这一件披风展示出来 会看到上面有很多的孔 就是别这个兄章的痕迹 你看蒋公跟他两个孙子 一个是蒋孝武 一个是蒋孝勇 我很喜欢这张 非常和蔼可亲的一个爷爷 接下来呢 主要陈列的这些照片呢 是外国的元首或者是政要呢 到台湾来访问的 其中有一个呢 我想要讲的是艾森豪总统 他是美国的总统 他在1960年的6月18号到20号呢 就是来台湾访问 艾森豪总统是美国总统 在任内唯一来过台湾访问的 那么他来的时候呢 当时的这个工作人员呢 对他印象非常的深刻 因为他非常的和蔼可亲 又很平易近人 可是他的阵仗呢 不是盖的哦 你知道当时他们 他们是住在圆山饭店吗 圆山饭店当时有一百个房间 你知道他们包下了几个房间吗 五十间 九十 哇 九十个 所以呢 应该现在要破这个纪录的 应该也没有了 嗯 太可爱了 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 艾森豪的孙女叫做玛丽呢 她就来台湾访问嘛 单位呢 就特别安排他住在当年他爷爷住的那个房间 他一进房间呢 非常高兴 也非常感动 他看到爷爷亲笔血的一张谢卡 放在那个房间里 而且这个他来台的时候 刚好共军还在炮打金门 是 就是他们三度炮轰金门 发射了八万八千颗飞弹 那个时候是六月十八号 所以我们称为六一八炮战 然后他来的时候 跟蒋公发表了联合公报嘛 强调两国呢 会更坚强的团结 而且协同抵御共党的势力 艾森豪总统的照片下面呢 有一张是1950年六月嘛 因为韩战爆发 所以7月31号的时候 这个原韩美军最高的统帅 就是麦克阿萨 他就从日本呢 到台湾来 跟蒋公进行会谈 所以他们共同奠定 中美共同保卫台湾 与军事合作的基础 麦克阿萨将军 也是一个坚定反共的将军 下面呢 有一张照片 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就是 夫人在画画 然后蒋公呢 在旁边看着他画画 就是间谍情深的写照嘛 其实蒋夫人在50岁的时候 开始学画 他刚开始提出来的时候 这个蒋公就觉得 他大概好玩而已 对 然后呢 学不久 那个蒋夫人就说 说不定我有这种天分啊 可是蒋公就说 如果你有天分 早就显露出来 不会等到50岁 对不对 那么我们也知道 蒋夫人 他的个性嘛 他就心里想说 好 那我就画 他就先后跟两个大师学画 一个是黄军碧 他就学习山水 然后跟郑曼青大师学习花鸟 同时呢 他还会临摹 古代的这个 名画 名画 对 那么他其实临摹 名代什么 沈舟石涛的呢 这些画来增长他的画艺 而且非常专注 他一画画了50多年 一直到晚年呢 他还是有继续画画 那么有人呢 就说了 其实画画呀 很多画家 你有没有注意到 都很长寿 对 因为画画的时候 你要全神贯注 秉除杂念 而且呢 有时候可以让你的这个 血液呢 流通 蒋夫人活到105岁 所以跟他的画画 可能是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他在 松户战役的时候 他去喂绕那个 完兵嘛 结果坐车就受到 日军的这个轰炸 后来他受伤 从此以后 他的腰部其实都是不好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就是他的画画 是用坐下来画的 就是站不久 那我们看哦 这里 因为蒋公的字很好 所以常常就是 夫人画画 他会提字 看这边 都是 然后呢 你看到 这个近三年来 夫人所写 蓝竹三水 相继成册 甲银春 再选 印花会 二十四页 所洗笔墨 这个点点点点 你看哦 然后中正提于石灵 石灵是哪里 他是炒字头 一个时间的石灵 你觉得是哪里 应该是某一处行馆吧 就是石灵 石灵 那就是在石灵关底 再来我们看到 这个以国家兴亡为己任 自个人死生于度外 这个也是总统的莫保吗 你看到是觉得跟平常有没有不一样 这个字 好像比比较粗犷 而且好像有点陡 对不对 没错 他是在生病的时候 三月多 他是1975年4月5号过世 其实这是三月多的时候 他写下这个字 你看到他已经生命的快要到尽头 还是不忘记国家嘛 对不对 以国家兴亡为己任 自个人死生于度外 哇 这个很难用声音来形容 听众朋友要自己来看才会感受到 这边就是各国的政要来访 跟蒋公合照的 其中我们看到在1966年的时候 韩国的总统叫做普正希 他就到台湾来访问 普正希就是现在的韩国总统 普景惠的爸爸 那么我们看到是雷根 当时他是加州的州长 对 他在1971年来参加国庆 这个是慈湖 蒋公最后他的领寝 就站错在这个大西慈湖 慈湖大概离台北一个钟头多 然后这张画是复兴湘脚板山 有一个私清亭 经国先生常常跟蒋公坐在这里 蒋公的灵鹫 现在是暂时安放在大西的慈湖 因为他在要逝世之前 他有交代过 希望以后他要埋在南京 可是是共产政权消灭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展间 是蒋中正总统办公室 它是刚刚才装修完成的 非常新 非常新 有两个入口 一个就是从台湾岁月那个展间过来 另外一个是可以从我们进门的过来 进大厅左转的进门 这整个展厅是模拟总统府 现在等于我们就进入总统府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应接室 其实在总统府 因为你是看不到这个办公室的 你在应接室的时候等待 就是等待他的接见 墙壁这个展柜呢 陈界各界送给蒋中正总统的礼品 每一件作品的工艺呢 都非常的精美 同时也可以见证到国际友人呢 跟蒋公他身后的友谊 还有我们国内人士 对他的这种崇高的敬意 我想先从这一个来讲 这个玉平峰呢 他是1953年的时候香港的工商考察团送给蒋中正总统的 两面都有雕刻 然后呢 这个陆形的雕刻是日本人 叫做中山正姓呢 他送给蒋中正总统的 陆呢 在日本人的眼中是一种神兽 那我们中国人呢 觉得他是跟那个福禄寿的陆 他是一种陆官位 那么统顶 这个是1956年的时候 当时的国防部长于大为 他呈现给我们总统的 那个时候他是70岁生日 你知道顶啊 他在商朝跟周朝那个时代呢 他是一种在祭祀中最重要的礼器 他象征着国家的统治权 你听过那个楚庄王问顶这句 问顶天下吗 就是这个故事 那么他也象征着国家的信物 像下注九鼎 另外这个呢 也是很值得介绍的 这是一个澎湖的文石 把它雕刻成我们中国的地图 那么在1963年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澎湖 澎房部的司令官叫做尹俊 他在总统七字近期 就是77岁的时候送的 你知道全世界呢 只有两个地方 产这个文石 一个就是这个澎湖 另外一个地方是意大利 那么我们澎湖产的呢 是比较好 你看到这个 他的这个颜色还带点黄 所以这个很纯的 然后有山河并售 这四个字 但是现在已经静止开采了 这个是母狼呢 他育婴的一个雕像 这个是意大利的国会议员 叫做Angelo Chirica 他送给蒋公的 这是一个复制品 那么原来的那个青铜的塑像呢 是存在罗马的一个卡比托利欧博物馆 那关于罗马的诞生 其实呢 有一个很神秘的传奇 主持人听过没有 该不会跟母狼育婴 这两个小孩有关系吧 是 那么据说 就是当时有个国家 叫做阿尔巴隆家 这个大概是西元前的 十二世纪左右了 他有个国王呢 叫做穆尼特 那他的女儿呢 跟战神 就是那个Mars呢 就生了一对双胞胎 儿子 一个叫做Ramulus 我们翻成罗姆拉斯 另外一个叫做Ramas 我们叫做瑞马斯 他是跟战神生的 所以这两个兄弟 就带了一点神性 对不对 可是后来那个国王呢 他就被驱逐 穆尼特国王被驱逐 所以新王呢 就很担心这两个兄弟 会成为威胁嘛 所以呢 就把他们呢 丢到这个台博河 要把他淹死 可是呢 人算不如天算 两个孩子顺流而下的时候 就被一只母狼救起来了 这个母狼 你看到没有 就用他的这个乳汁 来喂这两兄弟 后来还有传说呢 是一个牧羊人 跟他的妻子 就收养这两个兄弟呢 就把他抚育成人了 那兄弟成年以后呢 就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城市 就是罗马 但是呢 要争夺谁 才是罗马真正的统治者呢 这个Ramalus 他就杀死了弟弟 就是Ramalus 所以罗马这个称呼 就是从这个Romalus 而来的 其实你现在到罗马去 到处都可以看到母狼呢 跟那个双胞胎兄弟的 这种雕像 你现在看了那几个纪念品 你有没有感觉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有啊 我们中国人 大概不会送人家狼 因为你会觉得他 狼心狗肺 是 不好的 好像又很凶猛 又很狡诈 对不对 那我们东方人喜欢鹿嘛 对不对 你看到 他代表的古代这种 官吏的这种凤吉 那么你猜猜看 蒋公最喜欢那几个里面 你觉得他最喜欢哪一个 那肯定是澎湖文师啦 你觉得是澎湖文师 好 我告诉你 一些幕僚 还有一些侍卫呢 根据他们观察 他最常把玩跟端详的 就是那个母狼玉音那个雕像 而这次整修工作人员啊 才发现非常非常重 那你进来 你有没有吓一跳 有啊 你为什么吓一跳 很朴素 然后都是书 你没有被那个蜡像吓到 好多游客都问耶 到底真的还是假的 许许如生你没有发现吗 他是一个名雕塑家 叫做林建成先生 根据蒋公大概70岁左右的神态 来雕塑的 然后你这个室内所有的家具啊 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是从总统府搬过来的 所以都是远景重现 没错 所以呢 策展人告诉我们呢 这个相似度啊 大概有八九十percent 那么我现在要先从书桌来说起 你们觉得这个书桌有点特别 两边都有抽屉 哎呦 你观察入围耶 真是不错 因为呢 总统他其实很体贴 如果是有一些人来的话 坐在他的对面谈事情嘛 那要拿这种笔啦 或者纸都很方便 两边都可以摆 但是有人就开玩笑了 谁敢坐在他的对面 所以呢 有人就开玩笑 大概是蒋夫人 最常坐在他的对面 那么你看他的桌子上呢 就摆了一些文房四宝 对不对 还有呢 水杯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 其实陪了他数十年如一日啦 那桌上呢 其实有个桌栗 那个桌栗有几个字 等一下我们到侧面的时候 我再告诉你 好 我们现在在看那个国旗 那个国旗啊 是1949年的时候 从南京总统府带过来的 然后我们看到 那幅中华民国地图 其实很多路客呢 非常喜欢看那个地图 因为那个地图呢 连这个外蒙都还包含在里面 对 然后两幅夫人的画 然后你看到那五个书柜 有五种不同的书籍 它的标识是 元亨利真钱来标 都是他很喜欢的书 然后不同的种类 其实他最喜欢阅读的 还是我们中国的古典书籍啦 而且一读再读 我刚刚有讲过嘛 他最喜欢的书 传习录 对 然后呢 其实最喜欢的应该是圣经吧 每天晚上读 还有就是唐诗 什么孙子兵法啦 这些他都爱不释手 然后你看到这个窗户 这个窗户呢 你会看到五分钟的投影的影片 这个五分钟呢 是呈现的是从总统府二楼 往窗外看到的景色 接着三分钟呢 会播放三段影片 主题分别是国政外交 还有他参加国家的庆典 还有就是日常生活 所以可以让我们啦 还有让游客呢 去认识到不同面向的 这个蒋中正总统 现在正在播放的就是日常生活 你看到那个圆圆的那个椅子 小圆凳 对小圆凳 其实呢 原来是一个有把守的椅子 那个是主要翻译官做的 也就是蒋公在接到这个外国的 这个重要的这个客人的时候 他是坐在那里 然后这里是坐着重要的这个外国客人 主要的翻译官坐在那里 那么你晓得吗 他任内最后一个翻译官就是钱赋 后来钱赋也当了这个外交部长啊 蒋经国任内的时候 是有宋楚瑜 还有我们现在的总统是马英九 所以呢 大家就说那个位置呢 其实是可以这个升官的位置 那马英九总统呢 他回忆他第一次担任翻译的时候 其实非常的紧张 而且那时候他很胖哦 快要两百 砰 九十几公斤 哇 他真的很胖 所以很胖 所以他坐那个椅子 其实这一次他没有原来的那个椅子 其实小小的 所以他几乎你知道又紧张 所以他的脚就去碰到那个桌子 所以那个茶水就有一点溅下来 对他非常觉得很不好意思 这个是他有提过的 对这样子 然后那个地球仪呢 是第二个儿子叫做蒋伟国呢 他去美国受训的时候 带回来送给蒋公的这个纪念 那么蒋公呢 他其实对这个地理啊 很有兴趣 怎么说呢 如果是国外呢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就要知道说是在哪里 然后距离我们多远 这样子 所以地球仪地图 对他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里呢是一个回廊 我们看到一个大图输出的这个照片 你好像是时光隧道了 这是回到了1960年的5月20号 当时是我们中华民国总统跟副总统 就任的 对 副总统就是陈臣 然后这个是以前那个时候是国大代表 他们选举出来在中山堂 之后总统副总统就率着这个文武的官员呢 要前往总统府的大礼堂 接受中外贵宾跟政府官员的这个行礼跟祝贺 那么你看到这个背景呢 就特别营造你感觉没有 那个回廊的众生感 对 好像你可以穿越过去 我觉得这个设计策展的人很用心 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柜子是艾森浩总统呢 他的书信展柜 1953年的6月26号 艾森浩总统写给蒋公的信 那么他主要的内容是 美方希望在相互体谅跟合作 还有这个分担责任之下 跟韩国呢来定立共同安全协定 因为当时韩战呢就快要结束了嘛 那中美两国总统呢 有很多封信函都是讨论战后呢 亚洲相关的局势发展 这个是总统他所用的这个财信的刀 这财信刀很一般耶 很朴素也没有很特别的那种 没有 然后你看到White House 这个白宫 然后这里有一个萤幕 这边正播放一段影片 就在回廊这里 他是播放就是这个一些文物的介绍啦 这些还有这个都是国使馆他所提供的 那么就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 其实真正的回廊是这样穿过去 对没错 那么这些也是都是国使馆他提供给这个中正纪念堂的 这个蒋中正总统办公室 这个历年来的这个影像资料 所以非常的珍贵 我们会发现喔 办公室的摆设有时候会有改变 例如这个办公桌有时候会斜放 这样子 对 然后呢 有时候正摆 还有国旗摆放的位置也会有不一样 另外呢 蒋夫人的画作啦 地图等等也会变动 可是其实呢 我们最重要的呢 是我们看这些照片 让我们了解呢 总统在办公室 他其实是处理国内外大事啦 像是这张 这张是1952年的时候 他在办公室啊 跟党国元老吴志辉 他们等人的畅谈 然后1952年这一张 他签署中日和平条约 然后呢 1953年的时候 他接近美国这个副总统尼克森 但是呢 尼克森后来就 他是第一个美国的总统 到中国大陆访问 所以总统之后呢 他在日记里面呢 都称他泥草 小草的草 就是两头 讨好这样子 对 然后呢 这里一张 他是在1954年的时候 他是行线的第二任总统嘛 所以在办公室跟金国先生 一起合影 我们到这边来 我们现在在侧面 我想请主持人看 那个桌立的那个四个字 你怎么念 那四个字很特别 静静淡意哦 对 好浅的字 看不太清楚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是成语吗 没听过 其实在南京总统府的办公室 有一个横幅 就是这个四个字 那么他的意思呢 就是一种从容自信 一种淡泊专注的意思 是国父孙中山先生 给我们蒋中正总统的 一种嘱咐呢 跟嘱托 其实他不是成语 是四个单独的字 他融合了儒家 道家 还有佛家 还有礼学 这些自学修身的基本概念 所以你知道 哪四个单字吗 第一个静是安静的静 第二个静呢 是尊静的静 第三个字 但就是很淡薄 第四个是一 一二三四的一 静静淡一 其实我们到蒋中正 总统办公室的展厅呢 如果你从这个大厅进来 其实向左 马上就可以看到 这个入口处的上方呢 有外国的元首 还有国际友人 跟报章杂志 在蒋中正总统 他逝世后对他的评价 第一句呢 是美国前总统福特呢 他所说的 他说了 蒋中正总统 具有坚定正直的人格特质 巨大勇气和深切的政治信念 其实在1975年的4月5号 蒋公那天逝世 对不对 其实中美的关系呢 是处于低潮 因为呢 我们已经退出联合国 但是美国呢 仍然派当时的副总统 叫做洛克菲勒呢 到台湾来调液 可见呢 美国对蒋公呢 还是很重视的 第二句呢 是日本前首相 叫佐藤荣座 他说了 在历史激流中 亲身尝尽 人生最大的苦难 这种经验 培养了他宽大的气度 和丰富深厚的人道精神 佐藤荣座呢 他是蒋公的友人 在外交上其实一直是支持我国的 而且也是最后一位访华的日本首相 第三句 他是出自1975年4月14号 所出版的时代杂志 有一篇悼念蒋中正总统的文章 策展人呢 就特别截取了其中这么一句 这位战士身材销瘦 充满抱负 一生征战南北 虽然最后未遂其字 但他呢 依其信念来塑造历史 那篇文章呢 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呢 可以到国家图书馆去查 就会发现到 他们呢 评论蒋中正总统呢 对20世纪的影响 其实远远超过对中国的印象 同像大厅呢 是最吸引游客的地方 除了你瞻仰蒋公同像之外 还能欣赏礼宾交接 跟超乡的精彩表演 同时你只要走出那个同门啊 你在广大的平台 往自由广场那个方向望啊 简直就是中正经典堂 最美的事业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大厅的面积呢 它的长宽呢 各48公尺 它是一个正方形 那么蒋公的铜像 它的高度是6.3米 厚度呢 是0.6到1.2公分 因为它是青铜 所以很重 21.25公顿 那什么人铸造的 你还记得吗 我们进门的时候 对 进门就有介绍 对 是陈一帆先生 蒋公呢 他面露微笑 呈现坐姿 穿的是很传统的 中国式长袍 那么这个铜像的下面呢 台座高3.5米 所以整个的高度是9.8米 台座上面呢 我们就有蒋公的遗嘱 请问主持人 从现在学校的时候 有背过那个遗嘱 你还记得内容吗 主要呢 是叙述蒋公 自从参加革命以来呢 他无时无刻都以耶稣基督 和总理信徒自居 然后其实他最重要 一生的志业呢 就是四个 实行三民主义 光复大陆国土 复兴中华文化 和坚守民主阵容 而且他希望全国的同胞呢 能够精神团结 一直到完成国民革命的目标为止 同向后上方墙上 那几个字你读一下 伦理民主科学 没有错 那是蒋公的末宝哦 基本上就是 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 那两旁 主持人也请你念一下吧 生活的目的 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 生命的意义 在创造宇宙既起的生命 以前有考过吗 有 那个是蒋公一生奋斗的 动力跟理想 接着我们再来看 有很多的游客 他到了这个同向大厅以后 特别是外国游客 他就提到 这个蒋公的同向 跟美国林肯纪念堂的 那个林肯的雕像很相似 其实呢 当初杨卓成 这个设计师 的确 他就是在有几个地方 他取得的灵感 就是林肯纪念堂 还有北京故宫 还有南京中山林 还有印度太极马哈林 这个大厅的大理石哦 你看到四面墙的白色 也是跟林肯纪念堂是相同的材质 它是美国Vermont那一周运过来的 那你如果往上再看 它的颜色比较灰 那个大理石是国产的 那你说说看是哪里 我们台湾最有名的 那肯定是花莲大理石 没错 那么地上 你会看到那个红色的花钢石 那个是来自金门 当时纪念堂的建材 很多都是海内外 华侨呢 跟居民同胞呢 捐献 我们再往上面看到 美丽的着景 这个是中国建筑中呢 天花板结构和装饰的手法 你将那个顶棚呢 向上凹进去 如果你由下往上看呢 深邃如景 然后它势必呢 会装饰有水藻的花纹图案 所以就成为藻景 现在我们看到的藻景 它装饰的是中华民国的国徽 十二道光芒 就象征一年的十二个月份 也代表一天的十二个时辰 你背得出来那十二个时辰吗 植草银芒成四五味 生有虚亥 你都背完了 背什么 植草银芒我们都很熟 对对对 那么它最重要的呢 就是具有生生不息 永不间断的意思 另外呢 我们看到那个斗拱呢 都是用那个台湾产的檜木 这种是最好的建筑的材料嘛 它防虫又防柱 那么主持人听过藻景的由来吗 好 我来告诉你 这种传说 其实我们常常看到的藻景设计呢 它是由四周不断向中心呢 悬挑内缩的斗拱啊 它会交织成那种网状闪盖心 很像蜘蛛网 因此又叫做蜘蛛结网 据说有一天明太祖就是朱元璋啊 他躲避成有量的追兵啊 走投无路 一时勤急就怎么样 躲进了一个破庙的供桌下面 然后用那个破旧的桌布折壁 他心里就不断的祈求啊 神明保佑 这三神啊 就变出了一张很完整的蜘蛛网 将朱元璋藏身的那个破座金的那个缝隙 紧紧网住 追兵看了 没有人啊 蜘蛛网就这么的好啊 所以朱元璋不可能躲在那里嘛 所以他们就走了 后来朱元璋就当上了皇帝啊 他特别感谢神明的保佑 他就叫那个工匠呢 按照蜘蛛网的那个形状 在大殿内就召出了召警 那这个跟上次彭老师说 是躲到一个山洞 这民间传说果然有很多版本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谈谈 那个通向大厅最吸引的亮点 那就是那个 交接啊 对啊 李斌 他们是经过非常严格的挑选跟训练 身高要178公分以上 长相呢 很短正 早上9点到下午5点就在这边执行 每个整点呢 就会有交接的仪式跟朝强的表演 他们手中拿的那个M1的步枪 是二次大战留下来的 是美国制的 那么现在在执行的是海军 刚刚才换 前一阵子是空军 其实陆海空三军呢 他们每半年 轮流在几个地方 要执行 国父纪念馆跟中正纪念堂 是同一个军种 中列石是单独一个军种 然后磁虎跟投疗 又是另外一个军种 其实他们呢 要经过最少300小时的训练 我常常听李斌告诉我 超枪训练很辛苦 因为那个枪有最少6.8公斤 有的还超过 所以像两个出生婴儿的重 那么另外有些这个李斌告诉我 耐热训练很辛苦 中正纪念堂的铜像大厅很大 你知道 所以没有那个空调的设备 在夏天的时候非常的闷热 所以他们要做过一种 就是耐热训练 不然你会晕过去的 所以很辛苦 但是另外有些呢 李斌告诉我 他不能动对不对 然后眼睛也不能眨 所以这个训练也非常辛苦 有很多游客以为他们是假的 常常问我到底他们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另外还有李斌觉得呢 对他们一个很大的考验 就是有些小孩很顽皮 就故意要逗他们 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种考验 就戳他一下 我们来看那个拱形的铜门嘛 他非常的重 75公顿 太重了 所以他是要按那个电动的 那么你知道谁第一次去按这个电动门呢 该不会是讲经国吧 没错就是经国先生 对 我觉得你很smart 那么在考你 到底我们中正纪念堂什么时候开放 正式开放 民国69年 对对对 很好 1980年 对4月5号 那么现在已经30多年了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么重的铜门呢 今年累月 他就把下面的轨道怎么样 就压坏了 从去年的12月就开始施工要做新的轨道 工期呢要三个月 每天早上九点开 然后六点关 然后早上开的时候呢 蒋公就可以看到远远的总统府 那有国旗在那里飘着 很简单的介绍中正纪念堂 对于听众朋友 有点了解 蒋公 他这个从出生 求学 参加革命 然后对日抗战 还有内战到台湾的岁月 有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概念 听众朋友听再多 一定要眼见为凭 亲自来走一趟 而且这是免费开放 那开放时间是不是在跟我们大家讲一下 中正纪念堂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天 每天都有开放 那是从早上的九点到下午的六点 有所谓的定时导览吗 定时导览有 每天中文 目前只有中文的定时导览 就是上午十点半一场 下午一点半一场 然后再来是四点半一场 基本上是一个小时 那如果来宾很热烈 也有可能讲得更久 对 可以互相讨论 另外呢 我们现在才刚刚装修完的 这个蒋中正总统办公室 这个展厅呢 也有导览 这个是单独的 时间的话 应该不会叠在一起 不会叠在一起 然后这个展厅呢 大概是二十分钟 其实我非常紧张 因为我第一次接受这个挑战 蔡老师不知道 还有在哪边做志工 我另外是在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的文史很有研究了 不敢不敢 我很有兴趣就是 今天非常的高兴呢 有机会呢 向大家介绍 中正纪念堂的堂内 其中呢 不免有遗漏的地方 或者是不周全的地方呢 希望各位呢 能够多多的包含 同时呢 每个人呢 看的历史角度不一样 我个人呢 是尽量是寻求比较客观 可是呢 如果仍有这个 不够周全的话呢 也是希望大家能谅解 谢谢各位 另外呢 各位如果对这个 蒋中正总统 他的历史有兴趣的话呢 其实呢 可以到这个中正纪念堂 我们有很多的志工呢 可以为你解说 还有呢 国使馆也有很多的资料 可以查询 谢谢 谢谢